在这一系列的线上教学课程里面 我们即将为大家介绍V9C++2012的新功能 在V9C++2012的新功能里面 我们把它分成了这几个大类 第一类就是对STO Standard Tempered Library的一些新增的功能 对整个Compiler跟Link 变异程式跟连接程式的新功能的一些资源 另外在V9C++2010 加入了一些平行预算的功能 这些功能在V9C++2012有一些新的资源进来 所以会比之前的版本更加的丰富 另外如果说从整个V9C++的开发环境来讲 当然这些开发环境当然也加入了一些新的设定 可以让你的开发更有效率 比如说像这个智慧型提示 如果说对整个开发好的城市品质 有很强烈要求的这些开发团队 那么使用V9C++2012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因为V9C++2012有一些新的程式码品质的功能 包含那个程式码分析 包含程式码的范围检测 包含这个单元测试 OK 所以我们当然也会来介绍 单元测试在C++上的实作 另外如果说今天我们负责维护一个不是自己开发的城市 当初这个城市可能也没有留下一些系统的开发文件 那我有没有办法去对这个已经开发好的project来做一些架构的分析 那最后呢当然这个V9C++里面支援开发Woodle 18 Metro style应用程式的一些资源 这个当然是有很多客户关心的 这个都是我们要谈的这些V9C++2012新功能的一环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说如果说以STL的功能来讲 STL类别库 STL类别库里面提供了一些新的标头档 那这新的标头档包含比如说 如果说我们今天要递增递减那个变数的内容值 但是要想做成一个单元 做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单元预算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Atomic 那如果说要介质移序 像这个介质移序以前可能要靠V9C++提供的内别库 在整个C++里面是没有这样的资源 所以你可以发现它有这个thread 所以如果说要支援这个执行序的建立 支援执行序的synchronization的管制 这个Mutex这个都已经有了 那另外呢如果说我们使用V9C++2012来开发程式 然后用了STL类别里面的集合 比如说用这个Vector 用这个Q用这个Stack这种集合 那这个集合类别产生的物件 会占据比较少的记忆体 OK好所以这是有改良一些记忆体的配置 好那另外呢如果说明用STL有更可靠的回圈语法 好可以另外呢有异于实作有效率的设计模型的scaryIterator 好所以这个是在整个这个STL的那个 那个实作集合的时候 实作一些那个集合正列的类别的时候 已经把这个scaryIterator把它加进来了 好那这是一个新的改良 好那另外呢也可以加入这个lambda语法 支援无状态的lambda语法 意思就是我的lambda语法呢可以不需要截取任何区域变数 或是参数 或是一些可以用到的变数来给这个lambda语法进行预算 好那另外有新的叫做那个列举类别 然后列举类别的语法 好那如果说对这些STL语法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一些简单的例子 好比如说 我要想利用这个C++本身的语法 比如说是STL类别库的语法 直接来建执行序 那我们的语法写起来就蛮简单的 比如说就用这个thread 然后当然必须我们也先把equip 刚才我们讲的thread的这个headfile 先把equip进来 那我就可以利用这个thread的宣告个执行序的物件 执行序物件我就直接指定说 这个执行序启动之后要执行一个叫做MultipleFinder的方法 那并把这个23456传给这个MultipleFinder当作参数 OK 那这个MultipleFinder就可以写这样子 比如说在MultipleFinder里面参数叫做N 所以这个23456就会传进来变成N 那这个就是这个MultipleFinder里面运算的结果 那只是这个方法 这个函数被执行的时候 是因为放到执行序里面去跑 所以要借个执行序来执行个工作 其实写起来是蛮简单的 OK好 所以这是新的语法 那另外如果说我想宣告这个列举类别 宣告列举类别我就这样宣告 列举类别叫做Color 那这个类别到时候宣告的变数 它能够接受的内容值就是ray的green跟blue 好那我就可以拿这个color来宣告个变数 比如说叫做color color的值就是green 就是这样写 好那未来如果说要判断说这个color是什么值 我就直接判断说这个color的值是不是color冒号冒号read 这样就结束了 好所以它有点像是那个列举形态 但是现在是一个类别 好所以像这个如果说我们用了V9C++2012 我们就会利用这些语法来做一些新的程式的写作 好那如果说对整个V9C++2012的这个变异程式跟连结程式 好变异程式跟连结程式当然也加入了一些新的功能 像有所谓的automatalizer 好那automatalizer是自动会把回圈处理的工作 加入平行处理的效果 那就是说我的程式本来就有写回圈 这些回圈会自动被平行处理 所以我不需要写程式做一些控制 好那第二个人叫做autoparalizer 好那这个autoparalizer也是要把回圈加入平行预算的效果 好但是也可以靠必须要靠程式设计师去加上这个prepa-paralize 好只要有没有加上这个prepa-paralize的指示 好就可以把回圈加入平行处理 好所以这是有标示的才有 好那如果是automatalizer就是表示说自动只要回圈就有 OK好所以你可以加上这个处理 好那另外另外对我们来讲我们的这个compiler跟这个link 变成10个连结程式还可以直接善用这个C++AMP 好那AMP就是Axerated Massive Paralism 好就是这是一个技术 这个技术呢就是要把一些运算丢给我们电脑中的GPU 那这个GPU就是图形运算单元 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把一些那个运算直接交给GPU 透过硬体去做计算 我们的整体的程式值效能就可以上升 那就可以提升 好所以对我们来讲 刚刚compiler V9C++2012的compiler就可以把一些程式 compiler的程式码丢给这个GPU去做运算 OK好所以整个程式的效率当然会变比较好 OK 好那对这个开发如果说需要用到大量的CPU时间 在V9C++2012的这个平行预算资源的新功能方面呢 有更功能更丰富的Task-based平行预算资源 好就是我可以建立一堆平行预算的工作 这个叫做Task 好那当然这个平行预算工作就可以同时被执行 好那另外还有些新的平行预算的演算法 好像parent form,parent for each,parent sort做排序的 好还有如果说大家想做这个map reduce的预算 好你就可以用这个parent transform做map 用这个parent reduce做reduce预算 好所以这两个结合起来就可以做map reduce 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做了平行预算 比如说我的程式可以把一些工作 或是回缺的工作 好分成可以平行预算的工作 那这些平行预算工作如果想存取集合怎么办 想存取一些集合 那这些集合如果说还要加上那个管制 平行预算的管制的语法 做这个sequentization 当然是比较麻烦的 不过没有关系 在V9C++2012里面 它有所谓的priority queue 有queue,有beta,有map 也就是说可以把这些集合的 就做成可以平行处理的那个单元 好所以比如说我就建一个叫做queue的东西 建一个叫beta的东西 甚至叫map的东西 那接下来就交给这个平行预算的工作去处理 那这些平行预算工作人员 大家都批评处理就好 所以也不需要做管制 不需要管制说读写要不要会不会相冲突的问题 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可以同时存取的集合 这个可以让我们的平行开发的工作变得比较轻松 好那另外对这个sequent edges library的平行预算资源也提供更丰富的控制效果 好那甚至在我们使用V9C++2012在做平行预算的当中 好那当然这个平行预算的工作人员会经过一个排程的处理程式去做处理 好那如果说平行预算工作需要用到资源 需要有这个resource manager来做处理 那这个scheduler负责做排程的负责做资源分配的这个resource manager 这两个都可以支援克制 好所以我们可以做更精细一点的控制 好那如果说我们的平行预算工作呢 如果有出现那个错误需要做征错的话 除了原来的平行堆叠跟平行工作这两个四窗以外 在V9C++2012又加入了一个新的四窗 这个四窗呢叫做平行监看式 好所以我们原先如果说要做征错 有所谓的监看式四窗 现在有平行监看式四窗 OK 好那如果说今天我们的程式有启用这个C++AMP的平行预算支援的功能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对这个C++AMP的平行预算工作做征错 甚至去分析它的效能 那其中的做法呢也会跟征错一般的程式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为了要征错 C++AMP相关的功能 我的征错的技巧必须要有所改变 这是不影响的 好那如果对于我们使用V9C++的整合开发环境来讲 这个整合开发环境当然有些 那个新加入的资源会直接影响到城市设计师的生产力 好所以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城市库套件来开发C++城市 意思就是我可以把一些成熟的城市库开发套件直接加到我的C++PAG里面来 然后直接应用 OK 所以就不需要每次要用剪贴的方式把这些程式把剪贴起来 我们就直接用工具用V9C++提供的工具把这些套件把它加加到我们的PAG里面直接去应用 好那另外如果说我们需要做那个远端征错 好那V9C++2012的那个整合开发环境可以自动部署必要的档案来协助这个远端征错的功能做得比较顺利一点 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用的是V9C++来开发大内城市 也就是用这个C++COI的语法那就是来开发大内城市 那么在前一个版本的V9C++2010它是没有以Telesense这种智慧提示功能 好那现在有了 所以在新版的这个V9C++2012把这个智慧型提示的功能把它加进来 好那另外呢如果说 城市开发开发员如果有用过一些V9C下坡式VB大内的功能 好那你可以发现它有这种插入城市码片段 好可以把一些常用的城市码做成片段 然后比如说在这个Project要用在那个Project要用 在这个城市码段落要用 我们就直接用插入城市码片段的技巧 把它插入到我们城市里面来 OK 所以这是一个方便管理一些常用城市码片段 提升城市写作效率的一种做法 好那另外如果说我们今天要使用那个物件 物件或是指标的成员 好那我们可以出现所谓的ListMember提示 好比如说我如果打个据点 出现这个变数提供的可以用的功能 好那如果我要使用指标的成员 我就下个箭头 箭头之后就列出这个指标可以用到的一些功能 好那这些功能提示上呢会做得比较更精准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所使用到的形态 包含内别包含列举形态包含聚集还有一些C++的语法关键字 然后一些C++的语法关键字都加上语法的色彩标示 好那这个色彩标示当然对我们来讲就很有用了 就是对比如说我们之前如果使用B9C++来写个类别形态 这个类别写完之后是不会变色彩的 好那现在会变色彩 所以对语法的正确性的判断是可以靠漏眼来判断 好不需要靠变异程式就可以看到一些结果 好那另外如果说我们今天反白了我们的程式里面的某个关键字 那么跟这个关键字有关的其他的相关的文字都会加上反白效果 所以我比如说我把某个变数反白起来 在整个画面上所有这个变数全部都会被反白起来 然后就可以看到说到底哪些地方都有用到这个变数 我就直接可以透过开发工具的画面去看得到 好那对我们刚才讲说对程式码的品质很在意的这个程式开发团队 我们可以利用到B9C++2012把这个程式码品质要求的更高 要求的更好 那比如说我的这个B9C++它原本的版本就有提供程式码分析功能 但是在B9C++2012这个程式码分析功能做的会比以前好太多了 好所以比如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写的多执行序的程式 那多执行序程式顾名思义就是里面有程式会建出多个执行序 多个执行序可能会共用一些变数啊 共用一些正面啊或是集合甚至叫共用城市的资源 OK 好那如果说共用这些资源的时候呢 如果说怕这个程式资源有增强的行为造成操作失败的话 我就必须要被这些共用 我必须要对这些共用的资源或共用的变数集合或是正面加上一些共识管制 加上一些synchronization的处理 好但是加上这个synchronization处理呢 其实在我们的实作方面都是对它做锁定 那这个锁定如果没有做好呢 就会程式就会产生死结 那程式产生死结是一个程式难解的问题 比如说今天如果说资料库程式 资料库管理程式如果是用程式写的 程式如果没有控制好 是不是代表说这个可能就会产生死结的现象 好那产生死结的现象会让整个系统 不管是哪一种哪一种系统的处理效率会变得非常的缓慢 甚至没办法解决 所以侦测系统里面执行是不是有发生死结 就变成一种很重要的技术 好那这个技术如果说在之前用比较古老的开发工具来做 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很好的办法 但是对V9C++2012来讲 它提供了这个新的锁定机制的分析 这个功能也可以分析的非常好 比如说你的程式如果说有做执行序 执行序会不会有一些资源增强的行为 我们可以直接透过这个程式码分析 分析里面的Race Condition 有没有资源增强 再来有没有Nock Order Eversion 就是我的锁定的顺序不对 然后比如说我的工作 会先做第一段工作再做第二段工作 但是第一段工作跟第二段工作锁定下头的资源 会造成两段工作都没办法完成 比如说我第一段工作就锁定的变数A 那等一下再执行第二段工作 第二段工作也要锁定变数A 所以锁定并不成功 因为第一段程式没有把A释放掉 OK 那所以第二段程式也没办法锁定A 所以第二段程式也不能执行完毕 OK 所以这次会产生锁定顺序的问题 那除了有锁定顺序的问题以外 还有所谓的呼叫者跟被呼叫者的合约的冲突的问题 然后那比如说呼叫者如果锁定了某个资源 再去扑叫被呼叫的程序 那被呼叫程序如果也要锁定消费的资源 当然这个锁定就会失败 失败会代表会代表说这个被呼叫的程序 没办法执行完毕了 没办法执行完毕 整个程式也是卡住 那另外如果说我们有未配备的这个行困 选顺序的语法 比如说我们有锁定但是没有解除 所以这个锁定解除的配备出现的一些问题 这些也会造成一些锁定过久的现象 所以像这些都是对整个开发这个多职序 或开发平行预算技术的程式 所必须要特别留意的问题 现在都可以透过程式码分析来做分析 那这个程式码分析 当然也不是只有一些内建的规则 可以用来做分析 这个程式码分析的规则来还可以支援做客制 客制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制定 所谓的程式码分析规则叫做Ruleset 然后再把它加挂到我们的Vidual Studio 2012里面去做分析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需要分析 但是分析如果有一些那个讯息 讯息可能那个错误的紧急程度没有那么高 然后错误层级比较低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Premark 用这个Premark语法去抑制 某些警告讯息可以先不要写事 那如果说我们想提高程式的品质 当然程式品质当然有个很重要的行为要做的就是这个 单元测试 所以如果说我们使用的是Vidual Studio C++2012的话 它有所谓的这个单元测试的一些资源 那单元测试资源呢 比如说我可以做这个 程式码的单元测试的分析 比如说单元测试在这边 所以如果说要做程式码单元测试的话 那你有两种单元测试的Project 第一种Project就是Manage测试Project Manage测试Project就是对用Vidual Studio C++写单元测试 你可以做单元测试 那另外一个叫做原生单元测试Project 这个原生就是Native 所以对用Vidual Studio C++写Native的程式 就是非单元测试 也可以做单元测试 那这个单元测试还是可以加上这个分析程式码 涵盖范围的功能 就是我单元测试完毕之后 我要了解一下我的单元测试到底涵盖的程式比例的哪些部分 这个涵盖面到底有没有完整 OK 那另外呢 如果说今天我在做单元测试 我可以利用这个测试总管视窗 去检视我的单元测试案例 我可以利用这个程式码涵盖范围结果的视窗 去看一下我的程式码涵盖范围是不是已经足够 OK 那除了这个程式码单元测试以外 如果说我们要分析程式的架构 程式架构呢 这样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叫产生相依图形的功能 所以我可以去分析程式 跟程式的模组之间的相依关系 比如说模组跟模组之间 类比跟类比之间 那这种相依关系 好 那你可以针对方案 整个针对整个方案来做分析 也可以针对 include档案来做分析 针对include档案来分析的意思就是 就是我的程式有颖库你的header file 你的程式有颖库另外一个header file 然后就依据这个header file的关系 我就可以了解说你的原始程式 到彼此之间的依赖关系 好 那另外如果说我们有做程式的数模 你可以用这个架构解释图 好架构解释图有三个 第一个人你可以用意外没有模型总管 然后模型总管视窗 模型总管视窗是做什么 模型总管视窗就是分析 我的整个程式的意外模型 但是这是有用意外没有设计模型 来当做架构分析的时候 才这个这个视窗才有用 那如果说没有用这个模型 模型来视窗来分析 没关系 我们还有架构总管 可以解释程式的架构 可以用图层总管 解释模组之间的相依关系 这个都可以来做处理 OK 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最后一个我们要介绍 就是如果我们要使用V9C++ V9C++现在也可以开发 那个如果说我们使用的是V9C++2012 2012现在目前也可以开发 那个Windows8的MetroStile程式 好那这个MetroStile程式 是一种新的应用程式类型 好所以对V9C++来讲 现在目前它也支援 用2012版来开发 Ezamo文件 就是这个XAML文件 来当做程式UI的 这种程式设计的概念 好那不但可以支援开发 以XAML文件为基础的程式 而且可以直接在程式里面 利用这个V9C++提供的扩充元件 直接使用到Windows Long Time的功能 就是Microsoft Windows 8 提供的这些那个Long Time的功能 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开发的是 MetroStile的程式 而且可以从这个MetroStile程式 直接使用到WX的功能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做那个流畅的动画 要做一些那个游戏的效果 好那其实在MetroStile程式里面就直接用就好 好那不但是如此 而且我们可以利用V9C++2012直接开发 Windows Long Time的DL有组件 也是开也就是开发Windows Long Time的元件的意思 然后来扩充这个Windows Long Time的功能 然后支援其他的程式来进行作业 好那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V9C++2012的新功能 好那在我后续的一些线上教学里面呢 就会来仔细的探讨说 如果说我们使用V9C++2012 有这么多的新功能可以协助我们提升城市的品质 提升城市开发的效率 OK所以那这些功能在实作上应该怎么做 我们在后续的教学里面会慢慢来探讨